謝謝主席,麻煩有請次長 來,請舒適 時間先停一下,讓次長東西吞下去 次長先喝口水 可以了,謝謝 請休息,謝謝 阿謝謝委員 次長好 最近有一件事情引發了非常多的媽媽 大家很關注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衛福部 要是要放寬 chemical的產流容許量 feed 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對不起,委員是不是可以同學同學來說明? 可以 好,謝謝委員對於這個議題的關心 那基於這些農作物,他可能前段會有種植或採收,會有用藥的需求 所以我們最近 那第一個,你說這些農作物有用藥的需求 那我就問嘛,這件事情是誰提出申請的? 這一個委員關心的這個是嘉林賽這個案子 那我們是在今年4月23號預告 對不起,我上面寫的上面就已經寫得很清楚 對啊,那我為什麼是 美國惡名糟糟的孟山都來申請 然後你們就要幫他量身打造 對於這個部分,當然我們就依照我們的這個審查的程序 沒有啦,我先停一下嘛 你要做法規的預告要修正,你總是事情要有個緣起嘛 那剛剛你也承認啊,這也不是台灣農民的要求啊 農委會自己也承認啊,台灣農民根本沒有需求這件事啊 那你為什麼會幫美國的孟山都去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問題啊 這個是誰決定要做的? 是部長嗎?還是署長? 是部長決策的還是署長決策的? 現在我在認的就是這件事嘛 報告委員,這個有關這個農藥的這個MIL的設定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申請 那最主要的... 先停一下,那山都正式提出申請的文件你們有沒有公告? 當時提出他是105年8月的... 沒有關係啊,你們有沒有公告? 目前我們是把審查後,就是預定要徵修的部分有把它做一個... 對不起,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孟山都申請的文件你們有沒有公告? 這個審查文件當然是在我們內部的這個部分有留存 但是,攸關這麼多的消費者 攸關這麼多台灣人民身體健康的事情 因為美國的孟山都要求 我們的衛福部突然公告要修這件事情 我基本上啊,是希望決策能夠公開透明 到底是誰做這個決策的? 市長,這個文件公告 讓全體台灣人民知道有沒有問題 美國的孟山都要來台灣做這件事情 沒有必要偷偷摸摸嘛 跟我報,因為這案子不是我參與的案子 沒有關係,請市長回去跟部長報告 我希望所有的文件全部都公開 開什麼玩笑啊,我為什麼對這件事情會這麼生氣 WHO,我們想要進去,沒有辦法進去 部長也率團去,為台灣發聲 這我都支持 WHO國際癌症研究中心,講得很清楚啊 家庭上很可能致癌,致癌的風險 從group2B提高到group2A 也不是只有WHO這樣講啊 連美國,他們自己的ATSDR 出了報告 都很清楚的顯現了 他對於癌症的引發高度的風險 這不是說你們預告了以後 好像大家都可以來表示意見 我今天晚上的立場是 我們的行政部門 到底是接受了美國的孟山丁什麼樣的遊說 對,去啟動了這個程序 去年 在舊金山 美國法院才判決孟山都 應該要賠償2.89億 2.89億 就因爲什麼 就因爲他們用了寒家聯賽的除草劑 這是美國法院判的喔 其他的國家 從美國的公民團體 都要求他們自己的EPA去降低標準 我知道美國現在是30ppm 那就是因為它是30ppm 所以才會有前面的這場訴訟嘛 他們自己的公民團體 以要求他們的EPA降到0.1 結果連 美國的國會議員 今年都正式提案 30的ppm降到0.1 其他國家 奧地利 禁止使用 越南及斯里蘭卡 禁止使用 國際的趨勢 對人體造成危害的風險 致癌的風險 連美國害了自己都受不了孟山都 財大氣出喔 在美國可以收買政治人物 公民團體全部都起來反抗了 美國法院也判了 我搞不清楚我們的政府為什麼不願意做好第一線把關的責任 你知道嗎 按照你們喔 現在你採取放寬的標準 來看 這個是我剛剛之前所講的 農委會就出來講阿 這條到農民使用除草劑的影響不大 所以這件事情也不是我們農民要求的阿 是沒有三度要求的阿 那造成的實際的影響是什麼 2016年貴格燕賣 演出農藥加林賽 結果呢 按照你們新的標準 2016年不合格的東西 如果你們這個新標準通過了 就會變成合格 這是我們衛福部站在當人民健康把關的立場上 應該要做的事嗎 過去採取零檢出的標準 到底出現了什麼治安難刑 除了孟三度的藥不能在台灣賣 到底有什麼治安難刑 可不可以用到底說服大家 我都目前為止在媒體上面看到的 全部都是阿 因為孟三度有申請 所以我們按照程序公告 大家的反對意見來講 行政部門可以這樣幹喔 不用做好騎馬把關的責任喔 市長 外福部對這件事情有沒有態度 有沒有立場 還是預告要過 那我們就會讓他過 什麼時候做決定 誰做決定 誰要為這個決勝負責 目前還沒有最後定位 當然嘛 有程序嘛 對 那這個程序是不是 剛剛委員提到說 這個程序是不是應該政府先把關 而不是任何案就接受 這不妨想我們會去轉達 讓我們在部裡面的主管 不僅要轉達 我希望外福部 針對這件事情正式召開記者會 讓所有關心這件事情的媽媽們 大家都能夠知道 當初決策怎麼做的 誰要為這個決策負責 第二個 你們接下來公告了 社會反彈這麼高 媽媽們全部都站出來抗議 外福部接下來打算要怎麼辦 我老實講啦 我覺得你們一開始的把關就沒做好 一開始的把關就沒做好 好 那你們現在既然公告了 我希望外福部懸來勒馬 懸來勒馬 至少讓台灣的民眾安心 之所以我自然封選的農藥 我們會維持以前的標準 它會為了美國莫山都輕易放行 市長可以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不是我主管的業務 我比較難再回答 但是委員講的議題 我想我聽得很清楚 我回去會跟相關的市長做討論 因為我想確實在行政程序上 是不是對特殊案件 應該有把關在做公告討論 這個我想都可以檢討的 OK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偉的審討 接下來請劉建國委員 好 接下來請劉建國委員